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备料系统包括有两个神障 神障是要来排泄小变的 在排泄的过程自然有时候会有些矿物质产生 它们结集成为蟹晶体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尿路结石 大部分的尿路结石其实都是神石 在神障里面形成 只不过有时它们沿着这条输尿管会跌下去旁肝 当它去到输尿管我们就叫它做输尿管石 當它落到膀胱就叫做膀胱石了 一般如果有尿露結石最常見的病徵 包括有痛、窩血 甚至乎有時阻塞了鼻尿系統會窩尿不出 要檢查診斷尿露結石其實有很多方法 最傳統我們會幫病人照一張X光片 但不是所有尿露結石在X光片都可以顯露出來的 統計上大概有九成的石可以在X光片顯露出來 但有一成的石因為它裡面的礦物質含量太低 X光穿透了它 而不能曬黑張菲林而令我們看不到它 假如我們要看這些尿露結石 我們就需要做電腦掃描 電腦掃描可以看到99.99%的尿露結石 所以現在我們要診斷、確診尿露結石 通常我們都會用CT scan電腦掃描 要治療尿露結石第一件事要知道那顆石的位置在哪裡 以及它的尺寸有多大 因為我們的秘密系統大概有3mm的闊度 一般如果小過3mm體積的結石都可以自然排出 假如它真的產生痛楚 配合一些醫生處方的藥物 那很多時候都未必需要做手術的 大家如果那顆石真的排不出 或者它的尺寸是比較大 那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是可以讓醫生幫病人清除尿露結石的 那其中一個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叫做激光碎石 激光碎石嚴格來說就不是光來的 其實是聲波 只不過聲波叫做衝擊波 中間有個激字 那所以有時激波激光 那我們就順口叫它做激光碎石而已 那這一種叫做體外衝擊波碎石 其實都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它可以治療超過九成以上的石 做的時候病人躺在治療的床上 有一個軟展壓著腰部 那感覺好像有條橡筋彈下的肉 整個療程大概是一個小時左右 那大部分的石都可以在體內被打碎 而自己排出的 除非真的這個方法都不成功 那我們才會採用一些內規鏡碎石的方法 或者是用一些開刀的方法來治療的 尿露結石的成因 最主要是因為飲水不夠 以及血液裡面的濃度太高 所以要預防生石 最關鍵就是要多飲水 以及要均衡飲食 以前曾經有醫生建議 不如有生石的人 全部都不要吃鈣質 做過一個研究 發覺不吃鈣質之後 病人真的不生鈣質的石 但是生多了其他的石 所以現在我們很少叫別人戒口 通常都是說要均衡飲食 不過最關鍵都是要多飲水 因為生石本身是一種可以有機會復發的病 如果不飲水的話 生開就經常會再生 有什麼人容易會生石呢? 你想想哪些人經常都不飲水 譬如說職業司機 譬如說一些可能要在戶外工作出了汗 又不補充水份的人 他們就要特別注意了 是嗎? 有什麼人會生不滅意 對 你會想說的 我會想說